距离蔡英文新政府上路 刚好满一个月的今天 也正是反服贸运动三周年的前夕 现在服贸协议还躺在立法院里头 有受益团体就再次来到了 行政院前表达诉求 要林全内阁将服贸 以及货贸协议撤回 不要重蹈马政府的复撤 对此行政院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会先立法再审查 撤回服贸 拒回服贸 拒绝货贸 顶着列扬站在行政院前 生育团体选在反服贸运动 三周年前夕回到这个地方 点名歌魁林全 莫忘三年前退回服贸货贸的诉求 三年前太阳花学院 用流血抗争闯入政院表达诉求 这一阵也让民进党在这浪潮 赢得了全面执政 但反观三年后 政党轮替政院前的今天 抗议人数却寥寥无几 林全院长在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监督条例过了以后 就要继续推动 服贸协议的审查 以及货贸协议的签署 马政府下台了 但是很遗憾的 新政府仍然没有彻底的检讨错误的经济政策 高分被喊话要林全内阁彻底检讨 但民团的声音新政府听见了吗 我们认为应该是先立法再审查 所以在两岸协议建立条例通过之前 那么我们不会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动作 换句话说要退回服贸及货贸 对新政府来说恐怕很难 现在事过境迁换了政府 服贸议题是否还是当初 那群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虽然是以反服贸作为一个运动的破口 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于 对于执政权的 就是执政权烂权 执政权过大 那我想现在新政府 才上台一个月 老实说你要我现在评价 他会不会行政权过大 或者是会不会滥权 也不公允啦 三一八学运的期间 大家都可以理解到 民进党的包括是党籍的立法委员 或是整个民进党中央 都是站在支持反服贸学生的 这个立场上面的 他们并没有去跟这些学生 做一些沟通 就是说你们的诉求 有些地方没有办法达到 过去反服贸的学生 在看新政府的作为 仍旧保留态度 希望再给点时间 但看在蓝营的学生眼中 却对着回应不以为然 如今服贸这烫手山芋 交到了民进党手中 现在还搁置在立法院 肯定是蔡英文最头痛 也最难解套的问题 欢迎订阅晓王威 台北采访